Yo,我是阿Hesh 最近呢,这个游戏就更新了 他呢,就修改了这个突袭者的装备组 那修改的呢,主要就是这个突袭者的赌注 之前呢,这个突袭者的赌注呢 他每位命中一次,就会失去两层的叠加效果 那么在这一次的改版呢,他们就移除掉了这个东西 反而现在呢,他就会变成每秒失去两层的效果了 好,那么突袭者的改版就这么简单 之前我是没有玩突袭者的啦,因为他的这个被动真的是很差 那么现在改版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回来试一下了 好,现在呢,我来先说一下我的这个配装啊 首先是这个四件突袭者,然后配一件土狼 然后再配一个闪平坑 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突袭者 他的这个护甲跟背包所给的这一个天赋啊 首先背包给的这个风险管理 他将这个突袭者的赌注呢,每层的叠加效果的武器伤害呢 从0.6变成0.65 所以你每叠一层的武器伤害会更高 那么第二个叫做强化优势 将突袭者赌注的叠加效果从最大值50增加至100 那你在叠满之后,你就可以得到65%的武器伤害 这一套呢,其实它是兼具了这个伤害和它的这个生存能力啊 那我在网络上面呢,会看到很多突袭者的配装 最主流的呢,就是他们把这个背包换成 带有警戒天赋的这个背包 好,那么经过测试呢 这个警戒的天赋呢,确实会比这个风险管理的伤害来的高 但是警戒这个天赋它有一个严重的缺点 就是它在受到伤害后会中断此效益的效果 那也是有人测试把这个身体的部位呢 换成完美玻璃大炮 那么确实在经过实战过后 它的伤害玻璃大炮是比较高的 但还是一样,玻璃大炮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自身受到的所有伤害增加60% 所以说呢,不管你是胸甲配一个玻璃大炮 然后再配4件突袭者 或者是配一个警戒加一个4件突袭者 它的伤害确实是会比你配这个胸甲和背包的突袭者的伤害来的高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都要玩警戒或者是玻璃大炮了 那倒不如就直接做一个全金的火力配装 就直接不要玩突袭者了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牺牲掉了警戒或者是玻璃大炮 直接带来这个突袭者的胸甲和背包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土狼的面具 因为呢,如果你做这个装备组呢 你的这个暴击伤害和暴击几率会非常的低 那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我有34%的暴击几率和138%的暴击伤害 所以呢,我们要靠这个土狼面具来增加我们的暴击几率 那土狼在25公尺以上,它可以增加25的暴击几率 所以这一套呢,是我们会在比较后面一点的地方来输出的 膝盖我带闪冰坑 还有这个对离开掩体目标的伤害啦 那如果你们没有闪冰坑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选择带这个分离师 分离师有增加这个突击步枪的伤害 那经过我的测试呢 闪冰坑的总体伤害会比较高一点 虽然跟你带这个分离师呢,伤害只差了1万多而已 如果呢,你的这个闪冰坑的这个属性不好的话 你带其他的也可以 那武器的话,这一套呢,我主要是玩突击步枪 突击步枪呢,我选择这一把加强版的G36啦 原因是因为他有这个863的射速 我们在这个750射速以上的这个突击步枪呢 我们配的天赋4块手足 如果你的突击步枪是750以下的 你就配压力施然 那么因为这个突击者 主要呢,就是你要命中敌人嘛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射速也是很重要 因为他可以让你更快的叠加嘛 那么属性呢,如果突击步枪好的话 最好下面是对离开的掩体目标的伤害 那么你可以配合这个闪冰坑 两者就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 至于职业呢,我个人推荐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重击枪手 那重击枪手呢,他本身就有蛮不错的这个生存能力 比如说击杀给你装甲啦 也有这个装弹速度 或者是他也是有提升射速 但是呢,我个人呢,我带的是这个爆破专家 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爆破专家呢 有给这个配件 那这个配件它增加了7%的暴击几率 因为这一套的配装呢 它的暴击几率跟暴击伤害都非常低 所以我个人呢,是选择爆破专家来提升我的暴击几率啦 那么装备的属性呢,全部都校准暴击伤害 然后这个模组就看你个人调整啦 那么总体的数据呢 我会把这个暴击几率放在35左右 因为呢,你的这个土狼面具呢 它会给你25%的暴击几率 所以你也要有起码35%基础的这个暴击几率 副武器呢,因为我平时都是打这个传奇任务啦 所以呢,我会带一把美梦来自保 那还有其他的呢,你们可以选择这个枪弹王者 因为枪弹王者它的DPS很高嘛 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帮你叠加你的这个被动 然后到时你叠加码了,再换回你的突击步枪 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里呢,我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鼠疫呢,它的毒呢 是不会被这个突击者的被动来增加的 而且像这种轻击枪呢 它很容易火力压制敌人 那么那些被压制敌人 它们躲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很难去对叠你的这个突击者的Buff了 好,那么最后我来说一下这个突击者 这一代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吧 主要呢,这个突击者呢 我觉得它有一个蛮不错的伤害 我这一套的话,如果你爆头敌人的话 你也可以达到110多万 那么平时的话可能就是30多万到60多万 它玩起来呢,感觉就好像你有带玻璃大炮一样 但是呢,你的生存性会高很多 那么第二个优点呢,我是觉得 这个配装它非常容易的配 因为装备主它只有一个属性而已 所以你很容易去较准你要的属性 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很明显 就是它的伤害没有比谈判者啊 或者是你配玻璃大炮加警戒的这个配装来得高 但是谈判者麻烦就是在你要射不同的敌人啊 那这个突击者呢,反而就玩起来就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呢,总体来说呢 如果我平时打传奇任务的话 我是会带上这个突击者去打的 虽然它的伤害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很稳,它不会那么容易死 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配装 有这个配ACS12的散弹啊 或者是配天蝎座 那么这些配装呢 你们就可以去这个老师的YouTube频道来看啦 好,那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啦 就是这一次的突击者改版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了 之前呢,我都不用这个装备主的 那么现在呢,我又多一个选择了 它的综合性非常好了 好了,那么这一次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帮这个影片点赞,微信对我的频道 那我是Hash,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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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going was 刚飞来 是的 对 所以 是 助红萤 是的 是的 在�不行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